地产有约这里很精彩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本期 地产有约的最后一个环节 最后的十分钟一定要把握住了 我们这次有请我们的素来为大家讲解一下 他对未来多伦多房地产市场走势的理解 好这个问题 其实现在很多客人在问我 有很多同行在问我 大家都问我你怎么看 那其实我觉得站在我现在的角度位置来说 我觉得我不能够太随意给一个答案 因为有可能你说的话 当然加加觉得你是专业人士以后 你说的话对很多人的想法是有影响决定的 所以你要对你的话要更加的负责任 要更加的靠谱的去说一句话 不是为了吸引流量吸引眼球 说一些很大的话 让别人觉得说哇这话这么大 对吧就是我感觉他说的到底对或不对 我给到的更多的应该是一个客观的公正的 尽可能客观和公正的一个我的看法 我首先我先声明我的立场 我是非常strong的房地产的拥护者 我看就是怎么说呢 你如果看福布斯斯大首富 其实房地产站在上面实在是不多 多的是科技行业 这个比较多 但是房地产你再仔细看 他们会很稳 他不像科技行业的人 就是今天可能在上面 后来就掉下来了 这也是房地产的一个属性 就是衣食住行 只要你活着 你一定都需要有地方住 所以这就决定了房地产长期来说 只要不出现战争 不出现瘟疫 不出现人口消失 只要人口population是往正指数增长的 那么我觉得房地产 一定永远都有它的需求 随着人口增长的越多 大家经济能力的改善 人类都是在变越来越好 对吧 这个我们这么努力 我们一定是会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 那么越来越好的生活 也意味着我们会有 越来越好的住房条件 所以房地产是不可能倒闭的 而且房地产长期来说 三五年一定是价格会往上涨 因为随着通货 随着大家的购买能力增长 随着人口增长 货币的发行 它一定是会往长期涨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长期的人来说 尤其是自住的人来说的话 你不用考虑太多 因为我们的人生就几十年 享受是第一 我快乐是最重要的 其次你再说这个钱 多一点少一点 对吧 但对投机的朋友来说呢 短期肯定是会有波动 就是但是如果你能够 后的时间足够长 或者说你买了这个房子 出租出去 租金能把房子养起来 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它也没有给你造成负担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问这个话的人 可能是一些想做flipping 想短炒的一些人 问的会比较多 但是我们服务的客户情绪 其实并没有特别在短炒 因为我们是希望跟大家创造价值 让大家舒适 并不是说 我相信我们也好 政府并不是说 让某一些投机的人 去短时间获利的 所以这种问题的人 一般也不是我们特别的客户情 就是你的观点是 你觉得长线 你非常看好未来多伦多 我不光是看好多伦多的房地产 我看好全球的房地产 因为我觉得人类一定是 星星向上的 人类一定是往前发展的 我们的 以前你没有自行车骑马 然后你变成自行车了 然后你变成汽车了 你变成更好了 对吧 那我觉得我们住房也是啊 以前可能就是洞里面 茅草房 然后摩天大楼 然后house 对吧 所以我觉得人类那么努力 我们就是要给自己 更好的居住条件 如果我们连这个都做不到 我们子子代代 那么努力是为了什么 所以长期来说 我一定是非常看好房市的 对 好 那么短期之内呢 你觉得 我觉得短期肯定会有波动 就好像 再好的一个东西 它肯定都会有一些浮动 上下下都会有一些波动在 当然这也是机会 就如果确实有些朋友 是短潮的 或者是一些投机客人 其实有围的时候才有机 如果东西都是一成不变的 往上或者往下 它没有change 没有这个变化的时候 其实机会是不会出来的 所以我反而觉得 现在也是个蛮好的时机 就是你觉得 现在反倒是一个 入室的好时机吗 我觉得现在看你的需求 我不能说是入室 这个depends 根据你综合情况 比如我们觉得现在是 刚需客人 小房患大房 一个很好的时间 因为房价跌的时候 大房跌的绝对值一定是比小房更多 比如说condo可能跌了5万 大房可能跌了10万 那么你这时候小患大 其实你中间的差距是更小的 那么你对你来做这件事情 你就是有意义的 因为第一你省钱了 第二你改变了自己的居住环境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就好像一个要不会对所有的人都受效 你一定要因材施教 一定要说什么人在什么的环境 这个决定对你来说是对或不对 所以太坚弱或者一刀切的问题 我觉得都不太是负责任的一个回答 就是说当别人这样笼统的问你的时候 你都觉得这样 我会先问 我会先说你能告诉我你的情况吗 因为我想先了解你的情况 然后我来给你一个适合你的一个方案 我们是职业顾问 顾问的意思 不是说你任何人来了 我都像背书一样 哎八八八八八 跟每个人都说同一套话 对吧 我一定是先了解你 我先等你 我等到了你 我了解你 我倾听你的诉求 然后我告诉你 用我的专业知识 专业的见解 我来帮助你 那如果不是一个个例 从一个整个整体上来说 你是怎么看呢 我觉得短期之类房价 房市有回调 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就是短期来讲 比如说房价 它可能会用三四个月的时间 来settle 来平衡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合情合理 大家也不会意外的一个回答 就是你 你也是认为这个 未来的三四个月 对吧 我觉得房价会settle下来 会有一个下降 但是很快就达到平衡 调整看你怎么去说 这个因为不同的区 不同的房型 它可能表现也会略有不同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 因为房价不可能每个月都跌 那我这么说 如果每个月都跌10% 一年以后 我说这房子就没有钱 我还送给你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at某一个点的时候 它一定会stabilize 它一定会stabilize 只是现在这个点 还没有完全出现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人 他会来 你知道当大家不知道 怎么决定的时候 他们通常会不决定 当他们不决定的时候 很多人 他这个时候 尤其是媒体 或者是有些人 他就想抓人眼球 其实什么最能抓人眼球 恐惧 他说一些很大的话 让人产生恐惧心理 或让人很记得住的话 他就会让你记忆深刻 你就会有流量 比如报纸发行量 可能会更大 一些 多多的房子 接下来会跌30% 大家一看 那我可能就想 我想继续看下去 任何时候 说过激的话 流量一定是会比你说中用的话 来的更多更大 但是说过激的话的那个人 是不是最负责的人呢 你要打个问号 就是你要自我判断 说中用的那个话的人 是不是就是不负责 他就也会说 你这么中用 你就是想说话 这么说这么说 对吧 你就不怕别人来cote你 其实也不是 这也是他觉得说 在看不清情况的时候 我是给任何一种结论 我可能都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负责人 因为你不是神 你没有办法去决定 这个大市场的一个走向 就是说未来是无法预测的 对吗 短期可能是可以看 但是在长期 你会说很多因素的因素 比如像疫情 谁都预测不到 突然出现疫情 对吧 所以在任何时候 你结合你自身的情况 根据当下 如果大家有买房换房 或者在房间产的问题 可以私下跟我聊 然后跟我说一下 你的具体的诉求 然后我们再根据他的诉求 给他一个 我觉得最适合他的方案 好的 谢谢素 那么素真是给出了一个 他自己认为的 那么素可以看出来 素是一个非常非常真诚的 还是那句话 我是素 我等你 这句话真的是非常有意境 好了 我们本期的地产有约 就要结束了 在结束之前 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记住这句话 我是素 我等你 好 地产有约 我们明天再见